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知习 今天在全球范围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总数 已接近一亿人口 自秦朝开始迄今的两千多年中 客家人历经了六次大的迁徙 在南迁融合和演化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今天遍布海内外的客家民系 客家人的历史 是一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迁徙史 客家人的经历 是一种苟活与重生的经历 凡是有太阳的地方 就有客家人的足迹 客家人历经坎坷 悲场艰辛 兴衰更替的故事 启迪着今天 也影响着未来 各家人权威的慈海 在客家条目写道 相传西近永家年间 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 因战乱难洗渡江 至唐末以及南宋 有大批过江南下 至干敏 以及越东越北等地 被称为客家 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 以后遂相言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 美国国际百科全书 是这样描述客家人的 客家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气之一 作为汉民族的一个知系 客家人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历史和灾难 成长与考验 19世纪初 为争夺土地等资源 发生在广东惠州 博罗地区的土克蟹豆 导致了客家文化发展史上 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 自明代中叶至清初 惠州即已出现 北来移民同广府人 在交界地的蟹豆 这些移民被当地人称为客家 土地是一个很紧迫的一个问题 无论土人也好 客家人也好 你来到这里的话 你没土地你没法谋生 在农业社会里面 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 所以土克之间的蟹豆 背后的一个就是征土地 岛清前嘉年间 在山林中安营扎寨的客家移民 成为一股不能不正式的势力 惠州境内蟹豆不断 波罗东莞等县的土克之争 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土克之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 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客家人跟这个开平恩平 就是跟那个广粉打架上 这打架上是双方史上 据这个家谱地方志记载 还有文件的记载 双方史上大概是五十万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曾任职户部 由主长惠州风湖书院的徐旭增 显现了客家问题及客家文化的开山之作 风湖杂记 徐旭增的风湖杂记 完成于清朝嘉庆以害二十年 是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始作俑者 他揭示的战乱和灾荒 引起中原衣冠旧族 以及百姓亦多举足相随的大规模迁徙 而以后形成的客家民系又直接得益于这种迁徙的规律 在惠州这个多种民系文化冲突的地方 他通过客家民系在寻求生存空间中得到繁衍 在图谋发展中传承中原文化 做了提纲窃令的权势 客家民系被后世社会广泛认可 徐旭增的风湖杂记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客家后人 徐旭增对客家文化和族群有强烈的认同感 在他笔下 客家人的生活呈现出中校两全 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图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有关客家人的祖鼠问题 引发了多次大论争 有学者旺称客家非汉种 并将客字加上繁衔盘 客家文化研究的先驱 历史学家罗湘林教授加盟论争 客家是怎么来的 客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所以当时罗湘林先生做这个研究以后 把这个田野考察报告整理出来 就是1933年发表的客家研究讨论 根据多年对民族史的研究 以及客家文化的考察 罗湘林教授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 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知系 批驳了将客家污蔑为 语言周究不胜开化 野蛮的部落 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 捍卫了客家人的社会地位 这一群人的祖先他是来自中原 那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这个中原地区 经过印河再到长江 那出长江到破阳府 再从破阳府这边过来 先到盖南再到闽西再到越东越北 大概客家的发展或者形成 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 时至今日 客家人跟在中原这种观点 已经获得广泛认同 罗湘林教授提出的客家迁徙五次说 为客家人的千年难迁 理出了清晰的脉络 不过近年来的研究认为 客家先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百余年的秦朝 这大大提早了客家人最初南迁的时间 同时也使得客家人的大迁徙 在五次的基础上增加为六次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二十八年秦始皇派遣徒虽 率领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向岭南进兵 经过五年时间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 并设置了南海郡 古艺龙川因此称为岭南三大古县之一 赵驼称为首任县令 赵驼在任县令的六年期间 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思想文化 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传播到龙川来 采用合集百岳的施政理念 让自己的将士和土著人友好相处 并尚书秦皇帝 从中原派遣三万名妇女为士族医补 促进汉越民族大团结 当时秦朝已经的秦末就很战乱了 当时赵驼就考虑到他们也不能回去了 那么怎么办 他们他就心里就是有个计划 所以他就向那个秦二世 当时秦始皇已经去世了 就向秦二世要求派选三万无夫女子 就没有丈夫的女子来个军队补衣服 那么这个秦皇帝呢 就是给派出了1.5万 这些带有实验性的制限方略 为赵驼日后建立南越国奠定了基础 因而古龙川成为赵驼的新王之地 也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最初是农川 然后最后是整个南海郡 把这个地方就安定下来了 中原的政治制度 管理制度下来了 那么中原的这些 尤其是文字嘛 因为古月一直是没有文字的 那么来了以后呢 就把中原的文字也带过来了 实际上呢 岭南的这种文明最早的开化的时候 应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秦朝末南海郡位仁骄并威时 赵建时任龙川县命的赵驼 说攀于赴山县祖南海可以立国 并假托秦廷命令 为赵驼代理南海郡位 汉高祖三年 赵驼自立为南越王 自此 这些留在岭南的士族和妇女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 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 这是关于客家先民在岭南的最早记录 也是中国早期人口转移史中 最大规模的一次 因此当年隶属古龙川的和园 被誉为客家古役 此后客家人还经历了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始于东晋 受五湖乱华近视难度影响 部分中原汉人南迁停留在厄域南部 即晚干沿长江两岸 以及干江上下游 受皇朝事变影响 中原汉族移民的后裔再度南迁 落脚于闽西南及越东北边界 第三次大迁徙是受金人南下 宋氏南渡 猿人入主等影响 部分客家先民从干南迁移到闽西 再转移到越东北 第四次迁徙 照始于公元1645年 受满人南下入主中原的影响 部分客家人从客家大本营 迁至广东中部沿海 及川 桂 乡 前 干 浙 台等审 最后一次大迁徙是在公元1867年之后 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 部分客家人分迁至广东西南部 海南岛以及海外各地 历经多次大迁徙 无数次的融合演化和发展 客家民系才逐渐得以形成 客家的形成其实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这里面的话 因为形成客家的明月干三角地区 原来是古越人生活的地方 从秦汉开始 北方文化的影响 就开始进入到这里 而真正对客家形成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北方移民的活动 今天许多学者都认同客家民系的形成 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 它起于秦朝始皇帝徽师南下 统一中国的历史时期 历经西晋六朝 隋 唐 五代十国时期 至北宋末 南宋中 完颜亮南清结束 而最后完整 大体而言 客家民系的形成 可以简要概括为 最早南迁于龙川 主要孕育于干南 发展于闽西 成熟于越东 干南因此被认为是客家人的摇篮 在江西省的东南部 干州的东北部 有一座小县城 名字叫石城 石城地处敏干交界处五一山脉中段西路 东部与福建省的长厅 宁化两县毗里 自古以来 石城就是进入闽西北 直至越东的主道 堪称咽喉之地 历代碧乱南迁的中原汉人 千里跋涉 是为了寻求更理想的七夕之所 遇到合适的地方就住下 不合适的地方就继续往前走 到了石城 再往前就是福建了 必须停留一下 做最后的抉择 石城因此自然地成为移民天然的中转站 中年寒冷南迁渡过波阳湖之后 他们一走干江 来到了石城 因为石城是干江的源头 同时有一部分人 他们是通过府河 信江 然后到了福州 然后越过了五一山 来到了石城 由于石城位置上的原因 是石城成为早期客家民系形成的 发祥地之一 又是中原汉人南迁途中 最大的中转站之一 石城在整个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 在客家民系的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石城有地理位置比较小 所以在动乱的时候 很多人迁入石城 在社会比较和平平安的时候 他们就向外迁徙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的条件 因此很多在石城的冷冽 又迁到了福江 就是石城的戈壁 石壁村 听州行政建制 设于唐开元二十四年 辖长厅 宁化 新罗等役 其历代建制比赣州晚 比越东早 宁化石壁 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程度 与干南的石城相同 在客家民系的完成过程中 处于中间阶段 起着城前起后的重要作用 宁化距江西的石城县 只有五十公里 两地来往有四条重要通道 其中占领爱 是闽西西北 与干东南交界线上 最为低矮的爱口 距石壁不到十公里 自古至今 都是两省重要通道之一 宁化又是三江之源 它是福建最大河流 闽江源头之一 是通往广东寒江的 厅江源头之一 是通往江西省干江的 供水源头之一 距江西须江主流也不远 因此 宁化拥有四水之便 值得一提的是 在靖康之前 宁化千百年兵革未及 相对安全而方便的逃难者通道 使得中原南迁移民 都乐于在此避难和喘息 宁化石壁特殊的地理交通位置 及生存环境 决定了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时期的 重要地位 从民族迁徙史来看 目前可以确定为客家人的各式族谱 都提到祖先曾留居宁化及其石壁 现今各地的客家人往往把入敏 特别是宁化入敏那一代 视为石祖 绝大部分的客家姓氏 都认定了在灵化开基的 这一个祖先 奉为四祖 这是第二个 这不仅是祖父上 他名文写在那边的 而且很多的 这个池塘的祖联 还有排备的那些 续备 都有把零化和石壁 这些字眼 听到里面去 河口府 皮下县 石壁有个金鸾殿 这首歌谣 生动地表明了石壁 在客家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客家各氏族本身的意识中 也认为自己留居 名化石壁之后 就是客家人了 从今日客家分布地域看 以广东东北部 江西东南部 及福建西南部一带 最为集中 这也与历史上 中原移民 经名化及石壁拨迁的区域 相吻合 北有大槐树 南有石壁村 石壁是客家祖地 是客家人 梦迎神绕的家园 从宁化石壁向东 向南迁徙 就到了越东地区 即今日的梅州地区 梅州拥有客渡之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客家文化在这里最终成熟 并起 从南宋起至元王时 公元1127年至公元1368年 在大约240年的时间内 客家民系在干敏岳三省交界地区 基本形成 中心在敏西厅州 期间自南宋墨至元初 敏干客民又大量牵向越东北 到了明清时期 越东梅州不仅成为客家的主要集散地 并且还成为客家人的最后聚散地 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 如千海令的斑发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 尤其是人口的不断增加 使梅州地区不堪重负 自此梅州这个客家人居住与生活的重要地区 既成为聚居中心 同时又成为扩散中心 一方面大批客家人从宁化石壁或赣州拔胜而来 另一方面大批客家人又离开梅州 这个客家人的大本营 拨迁到世界各地而去 碧露桃湖辗转迁 难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族政中原运 离俗游流三代前 可以说晚清杰出诗人黄尊献的这首诗 是对客家历史渊源最简洁的概括 一个有关客家人的神话与传说 就这样诞生了